现在我们来学习为何要进行学习儿童饮食营养教育 生活中我们发现学习儿童的偏食挑食现象非常的普遍 孩子挑食的理由有很多 比如不吃鱼是因为有鱼刺 不吃洋葱 不吃韭菜是因为气味难闻 不吃芹菜如薅 是因为难咀嚼 偏偏就盯着油炸鸡腿和鸡翅 无论是挑食偏食的坏处 还是平衡散食的好处 已经不局限于促进学习儿童的身体发育 它有着更为广泛深刻的意义 美国学者布朗研究了食谱与性格形成问题 认为父母应珍惜学习儿童尝试不同类别食物的好奇心 因为一个人在幼年接受的食物类别越多 其成年后性格的包容度就越大 蔬菜鲜翠 鲜翠 鲜翠 清苦的诸多滋味 与学习儿童形成很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有着密切的关联 拒绝蔬菜的学习儿童常常有拒绝接受周围环境的倾向 尽管这一研究还需得到进一步的验证 但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根据学习儿童的年龄特点 心理特点 饮食习惯以及食物特点深入开展 学习儿童饮食营养教育 因为很有可能不挑食的儿童成年后的人际关系更为和谐 从小对于食物来者不拒 愿意尝试很可能与成年后 适应新环境有密切关联 除了食谱与性格有关联外 良好的饮食习惯 还与儿童的学习品质有关 一个能够及时地留意餐桌卫生的孩子 更有可能在入小学以后留意作业本的清洁 没想到吧 同学们也可以想一下 生活中是不是有些人吃饭狼吞虎咽 遇到事情比较马大哈或者好商量 是不是有些人吃饭的时候挑挑拣拣 处理事情比较严谨 也比较难讲话 你觉得你属于哪一种人呢 你属于哪一种人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生活中的特质 是有可能在学习或工作中有所反应的 同样 学习或工作中的特质也会在生活中 得到部分的印证 我研究了幼儿的饮食行为与气质特点的关系 幼儿的饮食行为与气质特点的关系 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 如果您对弟弟妹妹的饮食行为感兴趣 可以和父母亲一道 看看里面的研究结论 试试里面的研究建议 关注学习儿童出现生长问题的原因 使得饮食一样教育更加有的放食 曾经核实 许多孩子由于经济原因缺乏足够的食物 摄入的热量不达标而导致营养不良 但是就我国目前而言 导致营养不良的主要的原因 并不是经济问题 而更主要的是膳食不平衡或者饮食习惯差 根据有关研究 0到6岁的孩子贫血的患病率仍然较高 比如一项针对北京市的最新的调查发现 300个孩子当中将近三分之一有贫血的情况 绝大多数是轻度贫血 主要的原因与喂养的方式 腐蚀的添加 营养过剩 偏食油腻食物 脾胃复合过重 从而引起消化功能的紊乱 而暴食冷饮造成的脾胃疾病 在化儿当中居高不下 结果引起吸收障碍 铁吸收的障碍也不例外 因此同样是饮食营养教育 必须针对学前儿童以前和现在出现的不同的生长问题 或者同一生长问题的不同原因 有目的的选择教育的重点 是激发儿童的食欲 还是教儿童学习控制偏食的现象 或者是教儿童学习平衡进食 儿童是如何认识事物和现象的呢 了解学习儿童认知的特点 是进行饮食一样教育的前提 比如当我们进行不偏食不挑食的教育的时候 要求学习儿童吃各种蔬菜的时候 许多孩子答应的比较爽快 却不知道学习儿童并不认为不喜欢的胡萝卜 和非常喜欢的西红柿是蔬菜 因为他们只认可绿颜色的才是蔬菜 即使是成人 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认知偏差的情况 比如不少家长认为 只要多吃水果 蔬菜吃不吃问题不大 却不知水果比蔬菜具有更多的果糖 因而使儿童反感蔬菜 以及其他食物的清淡 加上两者的其他营养成分 也不完全相同 比如教育过程当中 我们不能满足于学习儿童的可投承诺 而应该关注他的行为 更应该分析行为产生的心理原因 通过生动有趣的形式 帮助学习儿童正确的理解 粗浅的饮食营养知识 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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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